好 大家好 我是博子戏 继续更新博子陪你看真华 上期视频讲到为庆祝威仪满周岁 皇上在九州清宴设宴 便请王公贵妻端飞首次登场 宴席过半 曹清末开始实施计划 借抓丘行乐引出梅飞的惊鸿舞 为难甄嬛的同时为华飞的副总做铺垫 曹清末已经算好 这抓丘的工作肯定能落在自己头上 皇上皇后身份贵重 自然不会干这种打杂的活 且这项宴会的主角是瘟仪和有孕的梅庄 曹清末以梅庄有孕的理由否定了梅庄 且这活动也是自己发起的 顺理成章揽下了抓丘的任务 那么不如皇后娘娘先请吧 你是小说新的额娘 你就帮本宫臭吧 谢皇后娘娘谈爱 于公于私都要与皇后为先 首先这场活动的范围是后宫女眷 皇后是后宫中身份最高的人 理因以她为先 就好比公司团建 也得让领导先讲两句 其次有皇后坐立 后面的嫔妃无论抓到什么 都不能拒绝表演了 中宫皇后都表示了 你找理由拒绝表演 明显不合规矩 请皇后娘娘莫保 亲手书写一个寿字 在这么多人面前 可难为本宫了 皇后醉洗书法 后宫人尽皆知 曹其末如此安排 依赖是奉承皇后 让皇后在众人面前满足羞庸心 毕竟是中宫在外人面前 还是要给足面子 二来是曹其末本人也存有私心 中宫皇后亲手为女儿提字 算是给温宜和曹其末自己 都长了脸面 口口声声抓究行乐 私下却搞这种 暗箱操作拍马屁的行为 端飞看不惯曹其末的行径 借此讽刺曹其末扬奉阴违 皇上 皇后 请恕罪 臣妾实在体力不支 不能与大家同乐了 我看不下去了 先行一步 曹其末借端飞说话的功夫 调换了甄嬛的揪 娘娘虽然奉体要紧 只是 这么早出来 怕是会扫了皇上的兴致 我若在那儿啊 只怕是扫了那些唱大戏人的兴致 唉 我实在看不惯那些做作样子 眼不见心为净 端飞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 且好好一场生辰宴 搞得乌烟瘴气 自己也不愿意久留 曹其末有一项诡计多端 肯定没憋什么好辟 早倒离场 一面招惹麻烦 这个呢 是婉贵人的 请坐惊鸿舞一曲 皇上 婉贵人姿貌 本就偏若游龙 婉若惊鸿 何该由妹妹一舞 经过皇后的暖场 曹其末掏出了 写有惊鸿舞的纸条 给甄嬛挖坑 这惊鸿舞由唐玄宗梅妃所串 本已失传许久 但是纯元皇后酷爱歌舞 既经寻求元舞 又苦心故意地加以修改 曾经一舞动天下 那在宫中可是风靡一时啊 这惊鸿舞最难学习 舞好了那是惊为天人 舞不好 那可就是东师笑评了 婉妹妹才多大了 怎能做得了惊鸿舞呢 导演借心常在和复查国人之口 告知了观众惊鸿舞的来历 和这舞蹈的困难程度 哎 管贵人 天姿聪颖 这惊鸿舞本就是女子皆能舞的 倘若说 舞得不如纯元皇后 那也是在情侣之中 在座的都是自家姐妹 何必距离呢 曹清末先是大力 拔高了甄嬛的能力 又忽视了惊鸿舞的难度 让甄嬛在当下的场合 骑虎难下 珍嬛虽会跳惊鸿舞 但这惊鸿舞涉及到纯元皇后的敏感话题 舞的好坏事小 冒犯纯元皇后事就大了 与其徒增麻烦倒不如推辞 不能跳就算了 何必勉强 纯元皇后之风姿 想必如今是无人能够媲美一二 华妃史上激将乏了 华妃这话倒是激将了 若是婉妹妹不跳 那便扫了曹贵人和惠贵人的颜面 也扫了大家的兴致 若是舞了 如果舞得不好 也难免让了笑话 舞得好就罢了 只是 若仿了纯元皇后之舞 那恐怕 是对先皇后不敬啊 正如其妃所言 不舞博了皇上等人的面子 若舞了 舞得不好 在众人面前落了笑话 舞得好 难免会让人将甄嬛与纯元做比较 那便是冒犯到纯元皇后了 所以这曹秦默 几乎把账还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很多小伙伴认为 齐妃拿错了剧本 以齐妃的脑子 说不出来这种话 但我分析了一圈 这话也就 齐妃说最合适 首先这一段话是回应华妃的 有怼华妃的意思 敢这么做的人 得是与华妃不睦 且地位高于华妃 起码得是和华妃不相上下的人 其次 这段话阐述的过于直白 会说这种话的人 必得是喜欢开门见山 不会拐弯抹角的人 皇后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静平有一向谨慎 心肠在位分太低 不可能如此直白的怼华妃 综合来看 只有齐妃说这种话最合适 虽说与她的智商不够匹配 但这话在她嘴里说出来 比任何人都合适 皇上 臣弟在外听闻 皇上又得一位晚贵 财貌双全 却一武不讳 恐怕连臣弟府内的歌舞技都不如 这样怎能侍奉皇上 女人无才便是得 凑什么惊鸿武啊 只是长得赏心悦目 也就是了 如此说来 这财貌双全倒成了浪得虚名 只是以色是人 更显得皇上 以貌去人了 敦亲王一番话 使这件事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先前不武 只是甄嬛博了众人的面子 敦亲王此话一出 若甄嬛依旧不武 或者武得不好 便是丢了皇上的脸 也坐实了皇上以貌全人的说法 惊鸿武一学南京 还是不要做了 皇后出言阻止 一是看穿了这惊鸿武 不过是曹清末等人算计真还的伎俩 二是担心因此 有损皇上的尊严 皇后可以允许后宫辞相残杀 但绝不能因此损害到皇上的威严 启禀皇上 晚妹妹素来醉心诗书 并不曾歌舞上用心 臣妾想不如填辞一首 为公主贺寿吧 宫中 许久不演惊鸿武 朕倒也想看一看 顽贵人 你随便一舞即可 美妆出来为甄嬛打圆场 但有皇上而言 这刀都架在脖子上了 不武不行 皇上被敦亲王激将 自然厌不下这口气 且也不想被人诟病 以貌取人 所以需要甄嬛为自己证明 皇上虽说是随便一舞 但甄嬛若真舞的不好 让皇上丢了面子 恐怕这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经过多番的激将 皇上拍板了让甄嬛跳舞 华飞的计划成了一半 心中爱惜 想笑又不敢笑 那就请容臣妾去更衣 片刻几回 更衣就罢了 只要不是尿顿就好 皇上面前别说醉话 顿亲王与皇上不目 又喝了酒 言语上愈发放肆 给皇上快气疯了 小主倒也不是不会挑 只是如今跳与不跳 好与不好 都是骑虎难下 别人要看的 那里是宛若惊鸿的舞姿 怕是惊弓之鸟吧 这个时候 欢碧已经归顺了曹新墨 想来他此时所担忧的 不是甄嬛的处境 而是怕自己 因为甄嬛受到连累 做不成皇上的后妃吧 皇上 臣妾的衣服换好了 甄嬛的眼神貌似在暗示梅妆 梅妆最善秦记 有梅妆的秦生作配 想来能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 不愧是多年好友 就是有默契 梅妆领会了甄嬛的意思 提议自己父亲 且提出让安令荣唱歌 梅妆接安令荣来圆明圆的目的 就是想接安令荣巩固几方的恩宠 所以希望在当下的场合 让安令荣大放异彩 引起皇上的注意 只可惜皇上现在 没有欣赏歌曲的心思 且安令荣也比较紧张 因此新的皇上计划 没有成功 甄嬛跳的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问题 敦嬛王却偏要阴阳怪气 指责这舞蹈没有心意 你们这帮老头真难伺候 这心意来了 在长相思和长相守的配合下 甄嬛进入佳境 舞姿愈发动人 此时皇上双眼迷离 大体在甄嬛身上 回忆起了昔日的唇员 注意华妃的眼神 他时刻在关注皇上的动向 发现甄嬛并没有被惊鸿舞难倒 皇上也十分欣赏 不由开始心慌 华妃看向了曹琴末 你看你出的好主意 现在怎么办吧 等会儿等会儿让我想想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臣妾雕虫小记 让皇上见笑了 果然无趣精妙 可与本王府第一舞姬相较 一武罢了 敦嬛王还不服气 拿皇上的后妃和自己府内的舞姬作比 讽刺皇上 你的妃子舞的再好 也不过和武器差不多 你也就这点品位了 时刻错笑了 晚贵人所舞 尽得梅妃真传 当年梅妃做金红舞 被玄宗称为梅精 金红舞 本就源起于梅妃 今日小王也算是得观古异了 果精王看不惯敦嬛王的舞里 站出来为皇上说话 用得观古异的高度评价 赞美振嬛之舞 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且此话也为保护甄嬛 昔日纯妃皇后一武动京城 宫中人尽皆知 果精王虽刚到 但也知道提起金红舞 必然会扯到纯妃的话题 所以强调 金红舞源起于梅妃 表明甄嬛所舞 不过是效仿梅妃 与纯妃无关 你又无曾亲眼所见 什么梅妃起舞 你哪来的这些 言之凿凿啊 习舞骑射 我自然不能和十哥相较 唯独这些史书 我这个邪人 倒是比十哥略多独立些 顿亲王虽对皇上不满 但也不能太过无礼 于是将情绪 都发泄到了果军王身上 我满人 以骑射得天下 找这么多臭墨史书 有什么用啊 无非是因为 你生母是汉人 所以 嚼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 顿亲王真能拱火 我都怕他们打起来 顿亲王口中 读书无不用论 尽显无理粗笔 且诟病果军王生母 也有很大的问题 皇上最重马汉一家 后非朝臣 多是汉人 这话要是传出去 必然会引起非议 皇上赶紧做出总结性发言 安抚二人 也是让顿亲王闭嘴 曹清末反应很快 甄嬛虽跳得好 但只过了第一关 重点在于 有没有访了 纯元皇后的舞 所以曹清末就要故意 把这两个人攀扯到一起 皇上脸色已经很不好了 此时皇上真正在意的 并不是甄嬛是否访了纯元的舞 而是曹清末几次让他下不来台 这件事本就因曹清末而起 险些丢了皇上的面子 如今舞得不错 曹清末却还没完没了了 这件事怎么完美地圆过去 又是个问题 至于访没访纯元这件事 皇上并没有那么在意 皇上本就拿甄嬛当纯元提身 自然是越像越好 但曹清末不知道我 他只想给甄嬛扣上 不敬先王后的罪名 本宫记得纯元皇后 做此舞的时候 连华妃都还没入王府 更何况是曹贵人你了 你又如何知道 纯元皇后之舞如何 你又怎么拿晚贵人之舞 与之相较呢 与皇后而言 曹清末可以算计甄嬛 但必须要讲究场合和方法 纯元皇后是一修的杀手锏 自然不愿意让别人轻易使用 最重要的一点 曹清末怎么针对甄嬛 皇后都不管 但不能利用皇上 用威胁皇上颜面的方式 对付甄嬛 就是在威胁自己皇后的尊严 如果甄嬛舞得不好 那皇上皇后 都会在众位皇亲面前尽失颜面 这件事非常严重 且皇上已经很不高兴了 如果皇后再不表明态度 稳住局面 就是皇后的失职了 所以曹清末的计划看似精妙 却得罪了皇上皇后 可谓是伤甄嬛八百 损皇上皇后一千 所以此时的皇后很生气 斥责了曹清末 让她闭嘴 跳了那么久了 累不累 臣妾不累 臣妾未曾见纯元皇后 做金红舞的绝妙风采 实在是臣妾福伯 臣妾今日所做金红舞 是你没飞之态的旧曲 银竹之灰 怎能与纯元皇后的 明月之光相交 最后 甄嬛强调自己所舞 来自眉飞 不敢与纯元相交 为自己剖白的同时 圆满地结束了这场闹剧 做个总结 曹清末仕途借纯元皇后的 惊鸿舞算计甄嬛 却因敦七王的发言 变了性质 将这本指向甄嬛的矛头 也指向了皇上 好在甄嬛合理应对 化解了这场危机 经此一事 让皇上更加欣赏甄嬛同时 也加深了对曹清末的厌恶情绪 但这场戏也才上到一半 后续有关华菲的剧情 我们下期视频再详谈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财 爱你们哟